设违法核待牙材商 永丰营总经理300万交保 你有觉得被冤枉吗 不担心吗 不担心吗 我觉得给他们多一点时间 他们总是会 我们现在下午 以300万交保 永丰营总经理张静元 已派轻松 不出递检术 这一切得从他说起 牙材供应商 顶线贸易老板何宗英 事前未遭医疗院所的采购契约 向银行及融资公司 乍贷超过50亿元 何宗英今年7月遭收押 检调室后追查发现 何宗英与华南银行副董事长林明成 永丰营大股东何振廷是联金关系 而何振廷的儿子何宗达 之前则在永丰营担任董事 怀疑华南和永丰银行因此违法核待 本月17日 新约谈华南银经理陈丽华等四人到晚 各预令以30万到80万元交保 21日 在约谈永丰营总经理张静远 前董事何宗达等人到晚 巡后依背信的最嫌 预令何宗达200万交保 张静远300万交保 前调将持续厘清 这些银行是否有高层施压 或经手人揣测上亿 违法何待 动新闻台北报导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